再來看伊甸基金會調查發現說 有備上的家庭要檢控工作 跟小孩子實在是很累 另外一些家庭有需要 早期療療或是有 安排孩子的家庭 他們就越辛苦了 伊甸基金會也說 應該要讓這些家庭 來了解政府相關的主委 也主動提供協助 來檢控他們照顧孩子的負擔 五歲半的甘平兒童少生 從媽媽和老叔的協助 之下站在台上 根據伊甸基金會 占對六歲以下 兒童家庭的調查 有備上的家庭 也有工作和照顧 沒辦法檢控的經驗 一般的家庭 剛才這種情形就很難 我比較不用說是 早了也是甘平兒童的家庭 小生的家庭有時 躺到三天 但是伊甸基金會表示 現代家庭結果改變 很多小家庭 剛才這種狀況就這麼討厭 所以在幫助照顧 和沒家庭的時候 不是只有提供幫助 給自動本身 家庭的功能也要加強 所以怎麼印度社區主管 最近幫助這些家庭 就最重點 像小生到基金會的 輔助和討厭後 剛才參加和黨的這個經驗 小生的狀況就開始有進步 連文篇表示 透過社區主管的連結 可以讓這些家庭知道 怎麼在社區當中找到主管 得到幫助 也可以讓這些家庭 讓社會看到 就竟然有機會 把主管散告這些家庭當中 記者跟我們就隨意 台北報道